大家好 今天是7月30日 星期二 這段影片 我今天遲了少少錄 原因 是因為 剛剛 看回今天 之前的時間 黃總 和朱克伯格 Meta的創文人 他們有一個 同台的活動 我看回今天 一些對談的內容 有些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也是 一直以來 為何 還要看好 NVIDIA 和TSM的原因 都不是關於 直接說 那個想法 當然 Meta 明天 美國時間 收視後 才出業績 但是 朱克伯格 和黃總 對談 沒有說過業績的事情 純粹說 AI發展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Meta本身有一個 Lamma 3 Lamma 3 一個是大模型 都很強勁 但是 想 說些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 講到 AI 很多公司 現在他們所投入 很多錢 好像 之前的時間 有些可能質疑 就是說他們投入太多 令到 Alphabet做股價 跌了下來 這批的股份 都跌了下去 這星期 他們的 言論 這批的業績股言論 是關鍵的 但是 同一時間 就是 為何 這些 這些 這些公司 為何會樂切不疲 都會不斷 加大這些 投入呢 我常常跟大家說 就是 誰是鬥快 找一些方向出來的時間 那些人就贏了 其實 今天 朱亞伯格 他的對頭 也 我想 有他的言論 或者想法 也很明顯 我想 為何容易解釋到 大家想做什麼 他們的比喻 就是 很簡單 例如 假設 他們有一個目標 就是 做一個AI 是給我一個 叫我系統的人 可能有一個AI的助手 那 究竟很厲害 到時候 可能 因為現在 JetGPT 其實很單向 基本上 你問他什麼 他就會繼續 回答你什麼 但是 到了一刻 他可能是 做你的助手 變相 可能有些 提問 例如 你可以幫我 編排行程 當然現在 JetGPT都可以 但是 可能 他可能 再追蹤一些問題 可能 很簡單 例如 我想要一個行程 去哪一個地方 可能 他會問你 你的預算是多少 你想去多少時間 然後 他回答你 大家 都會有互動 如果 假設 你是 比較快 做了這件事 出來的時間 其實 就是 現在 大家 你也可以說 這類的公司 其實 大家想 找一些 應用出來 真的 真的 變了你 又變了大家 鬥快 所以 為什麼他們 會不惜公本地 去做這些事情 其實他們 全部 有一個道理 就是說 他們想 最快的一個 達者為先 還有 今天 我做節目的時間 剛剛想到 就是說 其實現在 我當你不是一個 叫做 民間 我當一個 叫做 國家 試想一下 現在 給一個國家 你會不會完全 不去研發這件事 當然 你可以說 我不研發 但當其他國家 都做這件事的時間 你會不會 不做 當然 如果你用一個 心態上去想 就是說 可能你說 是加快一些 叫做 業務上的流程 那些事情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 AI 做些什麼 所以當 到了這一步的時間 我覺得 大家就會 越差越多 因為 你希望 怎樣可以 發揚別人 有一些事情出來 而別人是做不到的 你便可以 如果以一個 叫做 商教來計算的話 你又可以 攬開市場 假設現在 公司跟你說 他已經做了一個 AI 當作助手 我相信 大家已經 會 顛覆整件事 那 大家應該都會 沒有聽到 一定會 嘗試 訂閱 看會不會 這麼厲害 那 他的市場已經贏了 所以 我覺得 現在大家 是很快走到這一步 當然 有其他的用途 不是單單 就像 Ironman Javis 可能有其他用途 但是真的 大家是鬥快 所以 我想 某程度上 TSM這些 不擔心 NVIDIA 你也可能 有其他公司 用來搶 例如 剛剛 蘋果 還未有 AI 即是 Apple Intelligence 這件事 他現在用的 芯片 用了 Google 那 當然 有些 寫的 Poker 有些 荒廢寫 那 沒有NVIDIA 但是 大家看看 出來什麼狀況 可能大家害怕 NVIDIA 有競爭 可能這件事 對自己的股價 這幾天就差了 但是 沒有 市場空間還那麼大 所以 看看 這類的公司 他們在微軟 Meta Apple 看看他們的業績之後 說些什麼 那 先說回港股 港股之後 今天那邊都是差的 又跌回二百多點 曾經下去 買出一些樓下 我跟大家之前也分享過 說 上不上250天線的話 基本上 市場也很麻煩 那 Simon上也特別 再強調多次 就是 二百多點月線的概念 現在二百多點月線 現在二百多點月線 二百多點月線 所以 很久了 我想 市場上一條 二百多點月線才算 真的這麼說 但是 也是 差的了 差的了 這樣的情況 那 直至回答大家的問題 因為今天 會有很多問題 先說回 高勝任報告 如果 川普上場 MFCI會下跌 兩成九 如果是真的 即是說 A股和港股 未來都會下跌 呃 Never say 或者這麼說 即是 有時候 現在一些行業預測 這件事 我想說 其實不能預測 當然 行業會 先記住 任何的報告 即一些研究報告 他們 有一個 叫前撤的情況 什麼意思 就是 他們前撤 可能 特朗普上場之後 有很多的措施 會做 包括 可能會 做多小動作 現在多的 可能有些 關稅 會實行 或者甚至乎 用回現在這一刻 說話 關稅 如何徵收 再做一些 標準 這樣 但是 如果去到這一步 其實是很複雜的 因為大家試想想 一個指數的升跌 即那個的升跌 程度上 其實是 那些股份的表現 是怎樣的 即是 以一些 嚴格上的 計算的 顧值 或者這些點數 是會這樣計算的 你想想 例如MSCI 可能有很多的成分 那你要想想 那些成分股 會做到什麼程度的影響呢 例如說 特朗普 會搞關稅 可能對於 A公司 可能業績表現 可能是一成的 但問題是 那些公司可能沒有關係 但是 那些公司 另一方面 一些措施的影響 所以 要計算的話 其實是很複雜的數 我 那份報告 我還未看 我嘗試看看 能否找得到 再看份報告 說些什麼 但是 問題是 這些預測的話 有些少少的失算 所以 Trump上場之後 原來他徵收了關稅 他不是一倍 可能是0.5倍 或者是 原來兩倍 整個模特兒 已經是不適用的了 所以 你說這些 這些預測 其實在眼中 你是純粹拿去一個參考 我就不太相信 所以你也不需要太緊張 但是 有件事是說 Trump上場的話 一定會天翻地覆 還有 我想市場會避險 因為 你可能會有很多動作會做的時間 就會變避險 變了一些風險資產 有機會就會升上去 就是一些避險資產 就會升上去 但是 帶著一步步看 因為現在 Trump那邊是否真的上場 都沒有人知道 都需要待觀察 但是我會建議 就不需要這麼擔心 那 再回答一些表演的問題 先 有朋友問 Johnson & Johnson Cisco 雪佛龍 愛心美孚 可以買一個 後面那兩隻 是資源類股份 是一些能源股 另外 頭那兩隻 強身就是一些 醫療護理的東西 那 OK的 業績 我印象中 都很好的 Cisco 就算了 Cisco 似乎的表現就真的 一般 還有 AI概念這些 都很喜歡炒不起 雪佛龍 愛心美孚 如果介紹你買這兩隻的話 倒不如 選擇這個 選擇這個 OSY 西方石油 就是跟股神買好 不過有一樣東西 跟大家說 有一樣東西 中海油市 因為 803的股價又再跌下去 美市的時間 要跌少一些 因為 事源 英國石油 出了一個業績 應該第二 第二 業績 應該是第二 第四季 它的業績比月期好很多 所以 可能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令中海的股價 又跌少了一些 但是又不難理解 因為中海的業績 按道理也不會差 特別是上半年的時間 所以 其實 沒有啦 拿著它 我覺得大家有課的話 先拿著它 但是 怎樣去指站或者指示位 19.68 前低位 如果穿這個位置的話 我都可能會減少一些磅 但是會減少一些磅 因為我現在的目標是 我現在的目標是 我不想輸給市場 所以 如果穿這個位置的話 我可能會減少一些貨 減少一些貨 但是會減少的 因為中海的股價 我也有一個 我看好它 但只不過 當是避險 還有 可能再加上517 所以 我會再看情況 雖然517 都真的 拿了很多 不過 因為我還是繼續計算 我覺得它又不會特別差 但是 先看情況 所以 如果你要買的話 就買資源股可以 不過 我寧願你買OSR 那 阿里巴巴 會不會炒到九月尾 北水高威折貨 其實不會這樣 我覺得 炒的話 在ATM裡面來計 又或者是 科技局裡面來計 會有多消息 所以 多消息的時間 多些消息 炒了 不奇怪 但是 沒有啦 始終我對我的問題 就是 我們的經濟狀況 似乎 又不是很特別理想 所以 就 對了 我會覺得 對於這一類的 跟經濟民間 這麼高的股份 來計算的話 就會差一點 所以我就 不特別買 這樣 所以 低位罵 是OK的 但是 追貨 現在這位 真的升上去之後 你真的追貨的話 我就不建議 雖然不是升得多 但是 都不見得 是很吸引 這些水平 所以我就不會 特別考慮 另外 先看看 1766 中車 中車 看法 都叫審慎樂觀 為什麼呢 因為 話說中車 有些電車組 好些 即是動車組 內地 因為之前的時間 就有個二舊換身 即是動車組 也是 他都因為 那些 自然 因為那些 自然那些 跟換那些 量大 所以 對他來說是OK的 但是 如果你看看 內地方面 今年那些跳投資 和上年尾的話 規模 縮了很多 所以按道 跟換的情況 對他最有幫助 OK的 業務上 應該穩固 股价可以頂住 但你又很難期望 他的股價可以上升很多 即是 只不過他的業務上 是穩固的 OK的 估計以往的時間 都跌了很多 這些位置 跌不會多 但是 你的股價要爆上去的話 都要等些時間 不是那麼容易 最後 就是517 沒有 這個朋友 你都很清晰的 三個八樓上 沽了去 留下一萬股 再博視四分樓上沽了去 我想這樣說法 我跟你又做了些 分享的事情 517 我仍然很有信心 為什麼呢 因為 有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其實 這一陣子 你現在看著手機 為什麼呢 其實我是不斷 一直看有沒有公司 發出一些通告 當然是看有沒有 我們拿著貨的股份 發出一些通告 在營起營景 這些 什麼都沒有 但是 現象 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其實好像用一隻 517為例 517 那麼久以來 其實都甚少出 營起營景 除非 很大的變 很大的 數碼上有些改變 好像上一次的時間 出營起 因為 上半年的時間 賺多一倍 到下半年的時間 全年的時間 賺多七成 所以 出這個營起營景 但是 如果再賺之前的時間 它甚少出的 當然它的股價過去也有些波動 你看到它有時候賺過一兩成 有時候賺過一兩成 有時候賺過一兩成 但是那些 沒有出通告 所以 我的做法就是 假設 我當它兩成以上以下 也不出通告 那我用回它兩成的數 即是用回它 上年同業業績的時間 兩成 即是上下兩成 還有一個 我叫做業績的預估 那數的預估 那 變成你那個派息 那裡 即是派可能過七個八度 要不就是派七、兩、八度 即是這個範圍 即是這個範圍 假設你覺得 它的業績 和上年尾 是有增長兩成 或者到達兩成的時候 那範圍就是 派息的範圍 即是過八至兩個七度 即是兩豪七度 那你這樣計算的話 那 我當下半年的時間 都是得這個數 那我用最低價的 那我用最低價的 是毫八指 那有毫八指的話 那你用 那你用 那我用毫七指 還有低一點毫七指 毫七指的話 那你當下半年的時間 都是毫七指 那我派三毫半指 那三毫半指 那用研究去計算的話 都大概有九成的食度 那所以 我用回現價去計算的話 即使 它有 那個派送 我當作是倒退 剩下三毫半指 但是 顏色 都還要吸引 那所以 為什麼我覺得 價格我不會沽 就是這樣 即是現在三毫六幾 這些位置 我甚至乎會加住 因為就是 這些數很簡單去計算出來 因為這些數很簡單去計算 那你計算出來之後 你便知道 那 OK啦 即使我這些價格去買的話 有成差不多百里色 即是最差的情況之下 那 無所謂的就先拿著它 是的 但是當然 萬一它的顏色 可能比預期中高的 那 因為 如果這次它不出現影響器那些 那些 它等於變化不大 即是 變成你的數字 均它的話 就很容易均 那如果你萬一它好過預期的 那 那條數字會有幾耗計的 所以我都不怕加住 甚至乎 你以後 如果減掉那種 中海油 那 再有機會 可能再加少少 五一七 那 那 另外 IGG 也是 IGG 其實你叫它 一直都沒有出刑企 那些東西 但是 我原來叫它之前的時間 它也是這樣的 它曾經這個盈利大增一成 一倍它都不出刑企 那 也試過 有些大倒桌 那些公司是這麼奇怪的 但是 沒有的 這些東西是否考虑對它的信心 是怎樣 所以現在 沒有啦 兩隻股份都是等 這樣 那 五一七 我就不 還是很好看 這樣 所以 有些什麼特別的 我有些什麼獨立的動靜 動靜 都會和大家分享 這樣 那 對了 今天就先講到這裏 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歡迎大家再留言給我的 那我們就明天再聊 拜拜